开始直升机 运载登陆兵进行垂直的登陆 目标比较小 速度比较快 而且立体化的 空中海上水下挖人 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种登陆方式呢 日本以前没有演习过 这次如果要搞的话 因为现在刚开始嘛 我们还不知道他搞不搞 但是我想这次他肯定要搞 因为他现在日向号有了嘛 日向号这个 他自己叫两栖舰 另外也是一个青森航空母舰 大雨号两栖舰 这些个的话 这次他如果要搞的话 那肯定他是一个转折 除了这些特点之外呢 您刚才其实在前面解读的时候 已经谈到了 叫一个5055计划 就是防特工的 叫防间反特 是吧 对 叫这个 就是防止这个间谍 或者是特务潜入的 这个计划叫5055计划 也是跟他这个纳入整个的 他的这个演习 或者是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计划里面的 对对对 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5055计划 涵盖什么内容 他这个5055这些都叫军事代号 1984年当时呢 这个日本主要是对防备苏联 当时他制定了一个5051作战计划 84年那个5051作战计划呢 主要是北海道那边 就防止 他不是这个北方四岛嘛 就防止苏联进攻他 以后呢 又制定了5052 是海上的 5053 比方说陆上的 这个防止别的国家侵略 这个日本 这个5055呢 他是专门针对朝鲜 就是他朝鲜的特工 来到他的登陆 进行特种作战 进行岛上进行破坏 破坏一些重要的 什么电台呀 核电站呀 什么一些重要目标 而设定的一个计划 就等于说呢 他不光要演习 自己登陆夺岛 同时呢 还要防止别人潜入登岛 对对 等等 无独有我啊 刚才我们谈到的是 在东边日本九州 举行的这个夺岛军演 同时呢 在昨天 韩国和驻韩美军呢 在韩国的浦项 也开始一个代号为 护国演习的大规模 联合登陆演习 相关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新闻背景 11月4号 韩国和驻韩美军陆战队 开始在韩国浦项 取行代号为 护国演习的大规模 联合登陆演习 在此次为期四天的演习当中 韩国军方共出动了 2600名士兵 以及16艘舰艇 27架飞机 和36辆装甲车参加演习 美军则是出动了 两艘战舰 600名海军陆战队员 还有20多架 AHRS 眼镜蛇等直升机 进行了空中突击 据韩国KBS的报道说 此次演习还展开了应用 天子风军演模拟模型的 联合登陆作战 韩国军方人士表示 这次军事演习的目的是 增强联合登陆作战的实质力量 同时提高登陆作战能力 陆思详 导致美军的 英文带的 明镜ディ